所以也許你用取代的 不過它有一個後刮鬍 可能你就把那個後刮鬍再拿掉就可以了 本來是print嘛 把它改成那個Match Box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在那個Excel裡面 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你輸入輸出 不是只能夠在那個什麼 在VBA裡面 它其實還有Excel 所以Excel其實是一個VBA的強大後盾 那也就是說你的 介面輸入不是只有在 這個Excel VBA裡面 你還可以在這裡 比如說 假如輸入身高 輸入體重 如果我今天不用input Box 輸出的話也不要是在那個Match Box 我要直接 就是input的地方是在那個Excel 輸出的話也在Excel 那這樣等於你在背後就好了 假設 Run完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去得到結果 那不是更完善嗎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VBA這個地方 應該是Python沒辦法取代的 因為 Excel其實就跟VBA是同一家公司的 應該就是 就是表裡的東西啦 所以你說Python 很多人問說 我該學VBA還是學Python 那其實在這兩者之間 沒有互相取代 而是應該互相可以有 各自的優點 也有各自的缺點 那你就要節償補短 而不是說 我要一個就通吃 很難 這個沒有辦法 那你好像學一個就可以全部都 都OK的話 那我想 很多事情就簡單了 學程式的人也不用那麼辛苦 還要一直學新的東西 反正就舊的一直吃到飽就好了 沒有 就是一直 所以有新的東西還是要學習 沒有辦法 那所以怎麼辦呢 假設 Input Box 這個 在 Python裡面因為他沒有Excel 所以他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訊息 假設我今天呢放在那個A1裡面 請輸入 幫我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B1 另外的話呢 我的那個第二個問題是 請輸入升高 然後我可以把這個什麼 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是我第二個問題 那當然你可以在這邊 自己再加一個比較明顯的 反正這邊 稍微可以再做格式化 比如說你可以把這個框框 再把它設定稍微粗一點 反正這個地方 在Excel裡面呢 自己再把它加一個顏色吧 比如說用個紅色 然後外框內框 通通把它框一下 讓使用者知道 這邊是身高 這邊是體重 這邊是身高 那也許旁邊多一個按鈕 按下去 當他輸入完就按下去 然後 就把BMI的結果 也許放在這邊 BMI 把結果放在這裡好了 如果我今天 最後這邊是 外框內框 顏色的話 就是也是一樣 比如說 這邊加一下 然後按確定 他會幫我顯示在這裡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這個地方就牽涉到 就是說 在VBA裡面 有別於Python的地方 我們 如果要存取這個儲存格的話 其實在 Excel裡面 基本上呢 在Excel裡面 這個儲存格就是 B1 那B1 我如果在VBA裡面 要呼叫他 可以用一個 物件 叫Range 這個Range的話呢 不迷失意啦 他可以是一個範圍 也是可以是一個 單一個儲存格 那我的資料 是從哪邊來呢 從B1 你就記得喔 B1是一個字串 所以前後呢 記得要加一個 雙引號 OK 然後身高從哪邊來呢 從B2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 當然就是 這個 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拿來 複製 貼 有沒有 Ctrl鍵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 B2就可以了 填上去填上去 進來之後 就丟給他丟給他 然後就處理完之後 那輸出的話呢 本來是那個 Magic Box 不過我現在要把它丟到這邊來 那所以特別注意喔 後面東西丟到前面去喔 所以你 後面的東西 要丟到前面 丟到哪一個呢 丟到B4 所以呢 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 Ctrl C 有沒有 把它放在這邊 但是呢 後面請你加一個等號 意思就是 把後面的訊息 丟到前面 這個時候的等號 實際上就是賦予喔 把後面的東西賦予到這裡來 他賦予給他 他賦予給他 他最後再把他賦予 給他就OK了 好那這邊 其他都一樣了 所以 其實可以用什麼 用取代 Magic Box 幫我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那個 Ctrl C Ctrl H 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這個 這個 直接把它 Ctrl C 然後把它 直接貼上 這樣子 他取代成他 然後取代一下 好像是B2嗎 打錯沒關係 應該是B4才對 這個再取代一下 這個就不要再取代了 所以取代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再來改 儲存格位置 不要輸出錯了 不然的話他會變成 蓋掉別的地方 這邊漏掉一個 應該可以理解了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說 其實Excel本身也可以拿來當 一個 紀錄檔案的地方 也可以拿來當資料庫 因為Excel本身就是類似資料庫 他有欄 有列 只是說他最多列數 只有100多萬 1048576 100多萬拿來當 一般基本儲存 我想也夠了 因為我記得 SQL 9好像也有 筆數的限制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 我想這也是 VBA的一個強項 這個 Python再怎麼厲害 他也沒辦法取代 這個部分的 角色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那可是問題 你現在 需要的是做完成式的 然後也介面OK了 但是你需要一個觸發的東西 觸發的東西是一個按鈕 當他填完之後按下按鈕就輸出結果 那按鈕怎麼做 其實特別注意喔 在VBA裡面 你只要是一個Sub 你就可以變出一個按鈕 只要是Sub 那錄製聚集出來也是Sub 所以你也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那怎麼做按鈕呢 一 就是 直接在這邊 旁邊的地方 把它怎麼樣呢 一樣開發人員 插入有沒有 表單控制項這邊就有按鈕了 那實際上利用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就可以把 剛剛的Sub叫出來 所以 再來就是開發人員裡面的那個 表單控制項按鈕按下去 旁邊的你就弄一個大一點的按鈕 多大多小你自己調沒關係啦 然後呢 這個時候它會跳出你的 VBA裡面有哪一些Sub 那其中一個我要的是那個 if的BMI 那我就把這個BMI 也許這個 名稱 複製一下 反正就點它 按個確定 那上面的名稱按鈕名稱呢 你就叫做 BMI 也許叫什麼 BMI測試 等等的 反正這個名稱 你自己 可以知道說這個按鈕的 就OK了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接下來 就完成我們的程式轉移 所以 把什麼呢 把Input 跟Output 用那個什麼呢 Range 取代 OK Range 這個 這個 Input 一個 所以 Input過來 然後呢 把它丟給 身體重 身高 與其他都一樣 那Output的話呢 是把這個結果 丟到那個這個儲存格 OK 那也就是說 VBA本身 實際上呢 可以藉由這個Range的物件 去控制 它儲存格裡面 應該要顯示的值 或者要被讀取的值 所以IO都可以在這邊 再來我們來測試一下 邏輯應該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 接下來怎麼去Test 那當然這邊的話 我就輸入身高 然後 體重 身高 身高的 80的話 那可能小朋友 測試看看 按下它 有沒有 輕度配方 輕度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需要什麼 應該這個應該輸出BMi 如果你還輸出另外的值 有沒有 你再把它輸出到什麼 B5 B6 B7 都OK 甚至呢你未來如果希望怎麼樣 它填寫之後有沒有 你希望把它建在 另外工作表把它存起來 也是OK的 只是說呢 你未來要轉移到另外工作表 你要告訴它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會多一個物件 叫蓄詞物件 剛剛是Range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你不只 如果你前面沒有指令哪個工作表 它就是預設工作表 但是如果你要哪一個工作表 比如現在是蓄詞3好了 你就要蓄詞 刮壺蓄詞3 的哪一個地方 幫我把這些東西存過去 那它就會幫你存到裡面 所以其實在Excel裡面 它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那請各位我想 這個還蠻比較簡單的練習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 把剛剛的那個 也許Input Output 把它稍微改一下 給它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改一個Range 我一樣會把那個剛剛的畫面 也許把它拍照放在雲端吧 那這個 這支程式的話呢 就是後面加一個Range 就是改改成那個 就是用 我們的Excel做互動